想做到它好像酒店那些要弄些柜 标在牆不够位,不practical 未来这儿要铺瓷砖, 我刚才不记得跟大家讲 瓷砖我们都不会这样做, 这些瓷砖hexagon买这些东西 我听我太太讲也三百多, 只是铺在厨房那里, 铺工又贵点,买又贵, buy to let我们就不会这样, buy to let买大快点铺, 这些这么小铺工都要多些, 这些你要明白是自己自住, 不是buy to let 主持人的房间 主持人的房间 大家好,今天在这个视频 想跟大家做一个walkthrough, 这个房子是两房的房子在East Kilbride 这个project不是拿来出租的 这是一个香港人BNO一家人 relocate过来这里 所以做的standard跟Bitool是不同的 它Bitool是一路一路增加的 因为它跟我太太开头想这样 跟着又要转这样 跟着都欠少少钱又不可惜又转那样东西 其实Exactly的Bitool 我怎讲呢 Exactly要多少钱呢 我想要做完我们才讲 Original的Bitool around两万 Around两万的 做那麽多样东西 可以不可以呢 我相信应该Bitool要增加少少 因为我们做Bitool那些 很多时是我和你拿主意 你都不用决定 还有要做得好和不好 应该怎讲 有些东西不是那麽简单的 可能做到那个效果 你会花多很多钱的 所以Bitool to let 我经常用过 Good enough is good enough的 迟些才弄 或者迟些坏了才弄好些 但这个客人就拿回自己住 有不同的要求 我们都尊重他们的要求 他们打算是过来 聖诞前过来 现在十月中过来 跟着就住几年 住可能五年左右 跟着这儿又出租 跟着就再可能在Glasgow 买多家 或者回香港都不定 我不知道 那样的不知 但它的plan是想住五年的 anyway 我现在在厅里 East Gilbride East Gilbride 我是有很多video 介绍过这个区的 我以前少些来East Gilbride G75 我跟太太住在G61 要开车过来要四十五分钟 是很远的 因为这个区是值得投资 所以我们现在都会越来越多 介绍这个区 可以的 anyway 我现在在厅里 你见到地下 平时我们很少这样做 屋的司令顶 有点裂痕 有没有看到有点裂痕 那些裂痕 其实不是什么结构的裂痕 是石屎的裂痕 其实这些是政府屋 它们应该的石屎一块块铺上去 一条一条铺 就耐了 它开始有些分开了 不是结构的问题 那要做得它好 就要铲了它 铲了它 起了它 然后要做多一种批档 然后拿网去抓住它 或者我另外一个视频 有些网 我给你们看 网抓住它 变成了 日时就少点裂痕 不保险没有裂痕 it depends on the movement 多大 这个可能第二个视频 我先跟大家解释 我们bite to let 就不会这么做了 拿些东西扶下裂痕就OK了 OK 这里很漂亮的 其实它买得挺好的 这个落地玻璃的patio 其实是很开阳下 学校就在那里 有间学校 那店铺 我待会带另一个在这边 它这里有些店铺 因为今天星期日 删除了 那里有一辣 好像商场那样 Anyway 这里要做很多事 未来地板都要叫起它 就要relocate 那些 怎么说 那些radiator 这东西未决定的 整个厅都要做批档 都要做批档 which is very expensive 我告诉你 和你bite to let 是两样东西 我们过来 厨房 或者应该这么说 曾经是厨房 你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厨房我不进去不够 就铲了它 起了它 跟着做了批档 现在做了批档 接着地下什么都做了它 是新的厨房 我们进来这里有两个房 这个房它又会换了地资 这边 本身 我走进来 本身给你们看 有没有看到裂痕呢 有没有看到裂痕就是这样 OK 它之前的厅是这样 我想它房 它就应该不会去expand 那么多去做那样东西 因为你房很少看的 另外一个房 另外一个房 很similar size 又是地下要换了 现在我们拿来做一个垃圾房 OK 接着那个厕所 厕所已经在设置的位置了 它厕所不是特别大 我想两个厕所 成两个厕所 那个客人又有很多 想做到它好像酒店那样 那些东西要弄些柜 标在墙不够位 不practical 接着这儿要铺瓷砖 我刚才不记得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瓷砖我们都 Buy to net不会这样做 就是这些瓷砖hexagon hexagon买这些东西 我听我太太讲都三百多 那只是铺在厨房那里 那铺工又贵些 买又贵 Buy to net我们就不会这样 Buy to net买些大快些 快些铺 这些那麽小 不过铺工都要多些 对吧 但这些你要明白 是真是自己自住 OK 那不是Buy to net OK 或者这样 我未来有什麽update 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John 我和太太Joyce 我们是基地在Glasgow 有间公司专帮人做物业投资 还有好似好似 这家人由B&O过来这里 relocate 我们现在帮他做装修 那这些是少些 这些project 少些 多数是Buy to net的 我们不是一间好似装公司 我们是一个letting agent 一个letting agent 是做装修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要sourced property给你 其实他买这间property 是可以以后出租的 这个是无问题的 那个yield都OK的 如果我sourced回来给他 我们要和你做装修 就不像这个那麽 extensive的装修 跟着我间公司就去manage 你可以说一条龙的服务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记得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我一有新的video youtube就会通知你 我想今年年底有2k的subscriber 记得按一按subscribe 如果你是未subscribe 那我先在这里 thank you你先看我的video 下一个video再见 bye